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财经会演节目 今天的财经新闻 我们将会说到以下的内容 普京受到三面夹击 他是不是在做最坏的打算 没钱了 不改不行 北京的防疫政策自相矛盾 摆脱清零干扰 富士康计划在印度厂增聘5.3万名员工 美国对欧洲示警 台海冲突可能会导致2.5万亿美元的损失 太缺劳动力了 俄国准备放宽同工限制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吧 普京发动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除了受到乌克兰的顽强抵抗和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 国内也有很多的反战声音 而现在 因为俄军从赫尔松市撤退 又引起国内鹰派的强烈不满 有迹象表明 普京政府在做最坏的打算 俄罗斯国防部11日宣布 俄军已经全部从赫尔松撤离 部队重新部署在迪涅伯河的东岸 不过 克里姆林工也强调 赫尔松州依旧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乌克兰还没有正式宣布光复赫尔松市 但从网上流传的影片和照片可以看到 当地乌军游击队已经在赫尔松市政中心大楼前 高挂乌克兰的黄蓝两色国旗 以及代表欧盟的12颗金星旗 乌军已经进入市政中心前的广场 一名士兵在那里被激动的民众围拢欢呼 俄军从赫尔松撤军的消息引起了国内鹰派的不满 俄罗斯的军事网红科蒂诺克他痛批 这决定让成千上万为俄罗斯而战 为俄罗斯而死的人感到震惊 俄罗斯军事分析家罗任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这是俄罗斯联邦自1991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失败 他直言 如果在冬季攻势中并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 那么这一系列的军事挫折 积累的不满的情绪将比制裁更大 俄罗斯杜马下院的议员米罗诺夫 他在推特上说 对赫尔松的失败表示遗憾 将来一定要重新夺回这座城市 与此同时 支持战争的评论者批评克里姆林宫 没有进行更具侵略性 更残酷的战争 赫尔松市是航运 海军和其他重要海上航线的通道 也是连接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 与乌克兰其他地区之间的桥梁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这是俄军耻辱的失败 因为后勤补给几乎完全中断 俄军从赫尔松市撤离并不奇怪 但也有人怀疑这是俄军为欺骗乌克兰军队布下的陷阱 而俄罗斯官方媒体将赫尔松的撤退声明 描述为移防或是重组攻势 俄军离开是为了永远回来等等这类的正面评论 周四 俄罗斯国防部在新闻会上 也没有使用撤退这一个词 而是使用的调动 有分析指出 俄罗斯的宣传是为了减轻对国内民众的打击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多次威胁动用核武 而在俄国撤军的敏感时刻 俄罗斯悄悄地重整全国老旧防空洞的消息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彭博社10日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 俄国政府正在悄悄检查全国各地的地下室防空洞和其他民防设施 清理 修整自苏联时期以来就没有用过的设备 消息人士说 这是克里姆林宫确保国内民防设施做好准备的一部分行动 已被战争扩大 报道指出 这再次反映出俄乌战争造成俄国社会更广泛的军事化 除了清理防空洞 俄国的教育官员本周说 明年起 全国学校将恢复实施苏联时期的军训课 目前 乌克兰还没有攻击过超过临近边境地区的俄国境内目标 不过 战火多次外溢到了俄国临近乌国边境的地区 先前这些地区的官员曾经公开证实在重整防空洞 但是 消息人士说 这次清点重整民防设施是全国性的 这些防空洞多半设在公寓 学校 政府办公室 地下室 网上也传出政府正在悄悄清理防空洞的消息 但地方政府否认有任何的特别行动 上个月 卫生部还发声明否认该部正在防空洞内设置手术室 不过 一名莫斯科的房地产经纪人说 他的一些客户现在认为防空洞是重要的设备 询问他手上的公寓是否有这类设施 而另一方面 美国和俄罗斯将开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两国首次的核武会谈 俄罗斯外交副部长雷亚布可夫11日表示 两国代表近期内会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 商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美国国务院本周二也宣布了相关消息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国和俄罗斯签署的一项 限制双方军备数量的条约 包括核弹头 弹道导弹 重型轰炸机等等 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俄方中断了这方面的对话 近期俄罗斯对和平谈判的表态 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签称 对与乌克兰的谈判持开放态度 不过由于普京多次威胁过会使用核武 外界还不能完全排除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 中共政治局常委会10日开会强调 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11日官方又发布了微调放松防疫的20条措施 分析认为清零导致财政陷入困境 当局又担心公开放弃清零会伤害其权威 才搞出所谓的优化措施这种自相矛盾的东西 另外中共高层还存在不打自招和向地方甩锅的嫌疑 在20条措施中引人关注的是 对密切接触者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隔离 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 将高风险区外疫人员7天集中隔离 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 符合解封条件的高风险区要及时解封 另外还取消了入境航班熔断机制 并将登机前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的两次调整为一次 措施还提到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同时纠正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做法 上述通报发出后 多个相关措施的词条迅速跃上了微博热搜 中共二十大过后就传出中共高层在研究结束清零的消息 大陆独立媒体评论员吴特11日对大纪元表示 当局公布这个通知证实有关放弃清零的讨论 确实进入了中共决策层 但当局首先维护领导人的面子 措施实际上是放松了 但口头上还是坚持动态清零 吴特认为当局仅仅是拿出这种自相矛盾的文件 肯定会让基层无所适从 估计会在短期内造成不小的混乱 吕奥的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 11月9日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确实是没钱了 不改不行了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矛盾的做法 中共在通知中还强调 严禁随意封校停课 停工停产 未经批准阻断交通 随意采取静默管理 随意封控 长时间不解封 随意停诊 等等各类层层加码的行为 通知还声称 要纠正简单化 一刀切层层加码等做法 李元华说 中共高层等于把一刀切层层加码的责任 推给了地方了 甚至到最后推给居委会 不排除以后 中共会抛出一批人来平息民愤 富士康公司计划在两年内 将其印度厂的工人数量翻四倍 这样在中国的生产面临中断时 可以立即调整 因为受到疫情风控影响 日前大量的富士康郑州厂的员工 徒步逃离返乡 由于这一事件 苹果公司本周已经降低了 高端iPhone 14机型的出货量 据路透社报道 消息人士指出 富士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 将印度厂员工增加5万3千人 进而让该厂员工总人数提升到7万人 虽然这个数量和拥有20万名工人的 郑州厂相比是很小的 但对苹果来说 是摆脱对中国依赖 实现多元化生产的关键 一位台湾知情人士说 富士康正在扩大其在印度的业务 增加基本型号的产能 并满足印度的需求 他说 我们正逐步增加那里的生产规模 摩根大通分析师9月曾经估计 到了2025年 苹果可能会在印度生产25%的iPhone 美国政府向欧洲盟友警告 如果台海冲突爆发 全球经济将蒙受 一年2.5万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英国金融时报引用 6位知情者的消息说 白宫当局委托熔顶集团进行调查 分析经济损失结果 相关的资讯被广泛分享给了美国的盟友国家 报道称 这份报告的出台 意味着美国与欧洲的盟友 正在对台海问题制定应对方案 有欧美官员认为 台海问题必须要集结国际的支持 来遏制北京的威胁 在讨论中 美国政府还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作为类比 强调外界维护台海秩序的关键性 近期台海安全成为了 外界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欧洲官员指出 在去年美方分享乌克兰边境情报时 部分欧洲国家认为 这场侵略不可能发生 但是这次 欧洲的政府已经吸取了教训 会对未来的问题严阵以待 根据熔顶集团的调查 如果台海爆发冲突 受到损失的不仅是台湾 北京政府也会遭到巨大的冲击 造成的效应会波及全球 此外 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也会受到重创 这是因为中共的金融交易活动 会因为发起战争而停止 与北京来往密切的一些新兴市场 也会遭遇打击 俄罗斯的经济压力逐渐增加 同时为俄乌战争动员30万人的影响下 俄罗斯计划放宽对同工的限制 彭博社报道 在西方国家制裁的压力下 俄罗斯需要增加劳动力 因此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议员 提出法律修正案 使14岁以下的青少年 能够更容易地谋得兼职工作 提案还标榜 青少年的收入将成为家庭额外经济的支持 还有助于对青少年灌输责任感 预计新草案2023年3月生效 俄罗斯经济官员表示 随着征召令以及数十万俄罗斯人口的外流 加剧了工人的短缺 俄罗斯的邻国格鲁吉亚估计 今年至少有11万2000名俄国人移居该国 并带动了格鲁吉亚的经济发展 其中有大约一半的俄罗斯移民来自科技业 是高端而富有的人才 经济学家表示 劳动力短缺可能会限制俄国未来的成长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由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多次威胁过会使用核武 现在在俄军失利的情况下 您认为他会使用核武器吗?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发表您的看法 最后也希望您能捐款给希望之声媒体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李源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od 2000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